随着许多商家打破传统 将黑色星期五超级折扣日 提前到了星期四的感恩节当天就展开 不少消费者也早早地在店外排队卡位 甚至彼此交换折扣讯息 成了另一种度过感恩节的聚会方式 店门一开 大批民众蜂拥而进的画面 早已经成为感恩节固定出现的场景之一 而为了抢占先机 提早几天到店门外扎营排队 也成了许多人的感恩节既定行程 排队民众白天时 彼此交换折扣讯息 晚上则搭起帐篷 不为寒冷的漏夜等待 有些人则会先到店内看茶地形 确认想要物品的位置与动线 好在第一时间抢到商品 而店家也早就公布折扣内容 并建议消费者不妨先做功课 来不及赶上第一波折扣也没关系 多数商家已经透露 随后还将有更多折扣推出 消费者只要多看多比较 就能用低廉价格买到超值商品